视觉系统 这是用灵长类的视觉系统来显示 那么在靠近最外周的是眼球 眼球里面视网膜是有感光神经细胞 视网膜通过几级神经元传导以后 进入中枢神经系统的第一级LGN 是外侧气酸体 外侧气酸体在继续投射到我们叫做整夜的大脑皮层 大脑皮层有一部分是专门用来加工视觉信息的 初级视觉皮层叫V1 V1会向背侧和幅侧投射 在其他区域对视觉进行进一步加工 所以从视网膜到外侧膝状体到视皮层 这是简单的视觉的加工的通路 这里稍微需要讲一下 因为我们没讲神经生物学 神经生物学的基本 神经系统的基本单元 只有两类细胞 一类是神经细胞 一类是神经胶质细胞 神经胶质细胞 可能是起支持营养或者其他作用 是不是或者多少程度参与加工 是一直有研究有争议的 神经细胞是神经系统主要的信息加工的细胞 神经细胞一般来说 接收信号的这边叫束状的凸体 这是细胞的胞体 然后传出的我们可以叫神经纤维 另外它一个名词叫轴突 神经细胞接收信号以后 进行整合加工 然后传出去 通过神经纤维轴突 传到下一个细胞 下一个细胞可以是下一个神经细胞 也可以是支配肌肉细胞 让肌肉收缩或者放松 或者支配腺体 让腺体分泌或者不分泌 所以神经细胞和靶细胞之间 有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叫Synapse 叫突出 是信号加工的 信号传递的一个关键 神经细胞的信号传递 是以电位变化的方式 在纤维上传递 神经细胞跟下一个靶细胞之间 在突出的传递 主要的形式是化学传递 是当电位到神经末梢的时候 导致神经细胞释放 神经细胞是小分子或者太类 它在作用下一个细胞 下一个细胞的细胞膜表面 可能在塑图或者包体的突出上面 在它细胞膜表面有特异的分子 这些分子接收上一个细胞来的地质分子的作用 然后把它转换成电或者化学信号 传到下一个细胞 所以是通过一级一级的神经细胞传递 把信息传下去 同时这个传递 它不会是简单线性的 它会有平行加工 它会有形成各种各样的环路 然后对信息进行加工整合 所以视觉信息是从光打到视网膜 然后一直传到高级中枢的 视觉与光感是相关 需要有光感 但是视觉不是光感 植物可以感光 植物有一部分感光的特性是很神奇的 植物知道季节 植物知道季节是通过感受不同波长的光 来知道季节正在进行变化 它通过白天黑夜 通过比较光的总量和特定波长的光的变化 它知道现在是从冬天到春天了 或者是从夏天到秋天了 所以这种能力我们人并不具有 所以感光也可以在植物里面很神奇 但是植物不能形成视觉系统 动物可以 有很多动物可以 不是所有动物可以 感光还在一些细菌里面也有感光能力 但细菌单细胞也没有视觉能力 维生物植物动物 既然可以感光 那么有一部分感光分子可以是共有的 奇怪的是植物里面感光分子比较多 动物感光分子比较少 在动物到植物里面只有一类分子是共用的 多半是不共用的 在感光方面 所以在感光的基础上 再有细胞 再有分子细胞 对它进行更高级的加工 才会有最后的视觉形成 所以视觉是在分子 细胞 细胞形成的环络 情况下 最后才能形成高级的视知觉 所以像达芬奇这样的人 他对神经系统 而且具体对视觉都有过相当有趣的思考 笛卡尔是我正在希望推出的先驱神经生物学家 笛卡尔当然对于哲学对于数学特别是几何 有举世公认的贡献 笛卡尔的我是故我在 这是英文 他原文是法文 他的意思 是强调怀疑 对于自我的重要性 他的原文大意是 我们的感觉 有很多错误 所以我们无法知道 我们所谓的感觉到的东西 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 就包括我自己的存在 是不是真实的 我没有办法很容易的知道 因为我已经知道有很多错误 包括我知道我在做梦的时候 不知道我现在是在做梦 那既然我在做梦的时候 不知道我在做梦 我现在怎么知道我不是在做梦 是在醒着 所以他说这些东西都是有问题的 但他说到这里的时候 他说 你想 我现在居然能怀疑所有我这些感觉和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 都是错的 我居然能怀疑所有这些东西 那么这本身证明我在存在 所以他的我是故我在 是我怀疑 所以有自我 这是他的原意 这是非常清晰的 我要讲清晰这个原意的意思是说 当我拿这个开玩笑的时候 你不要误会我 因为我没看过他的原著 因为有很多中国人没有看过他的原著 就对我是故我在进行大量的推导演绎 就把那个诗字固定在思想的诗 他原意不是这样的 他原意说得清清楚楚怀疑 如果你不把怀疑的意思写上去 从思考的意思上去 跟他原意有相当大的奇异 他实际上说 感觉和思想都是有问题的 只有在怀疑的时候 才觉得 我既然怀疑所有这些东西 那么说明我这里就有一个东西 这是他的原意 他后面还有一段 接着这个写 接着这个写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怀疑能证明我存在 那实际上只能证明我能够怀疑的这个过程和器官存在 而我身体的其他部分是不是我 其实是不知道的 所以你知道这两个意思以后 就会知道为什么 我有时候把它歪曲成 因为我是神经生物学家 所以我才是人 他的《我是故我在》不是在《论能》这本书 是在《论方法》这本书里面的 他在在世的时候写过一些东西 包括神经系统是如何传导 他认为是通过水利传导 他那个时候不知道有电传导 然后他有一部分书 当时他不敢出 因为他和咖喱略是同代的人 但咖喱略被叫庭审判以后 他也有点担心 所以他有一部分是留着死后出版的 他《论能》这本书 是死后出版的一本书 他在世的时候出的《方法论》 是他讲的《我是故我在》 但是他里面也画过眼睛的模型 然后在死后出版的《论人》这本书里面 他还绘制了死网膜的神经细胞 所以这是他《论人》这本书里面 拉出来的 他看到了我们现在叫做四干细胞 是死网膜上的感光细胞的一种 他说外界有个物体 比如说箭头 上面我们叫A 中间我们叫B 下面我们叫C 通过投射到眼球的时候 通过眼睛的凸透镜 Lens 中文叫金状体 英文这个叫Lens 通过凸透镜成像以后 A就投射到死网膜的相对的下面 B投在中间 C投在死网膜相对的上面 通过凸透镜以后 是投射到死网膜的时候 成像是反过来的 这是当时的光学 然后死网膜上的神经细胞感受了光的刺激以后 传出死神经向高级的中树投射 他当时认为投射 是投射到 松果体 他认为松果体是人类的灵魂所在 他认为松果体是人类灵魂所在 是有一个他认为的自洽的逻辑的推理 他说你看人全身上下 绝大部分器官都是双侧对称的 包括大脑皮层也有两个 鼻孔也是两个 嘴巴你也可以设计成两边 他只有两个东西不对称 下面有个东西不对称 对于种系繁衍很重要 上面有一个东西不对称 是松果体 松果体是一个很小的球 是长在两个大脑中间 大脑皮层中间 所以他说下面那个既然那么重要 对于种系 那上面那个对于个体可能就很重要 那么既然在脑袋里面 那可能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 想找到的灵魂的所在地 这是他的推论 所以他在视觉的投射 最后都要到松果体去 那松果体再跟大脑皮层 要有机械的呕合 然后扰动大脑皮层 进行控制大脑皮层的活动 或者调节大脑皮层的活动 所以他在前面一段都是对的 后面一段有问题 那 injured它在下边